但宝们 你们身边的朋友也这样吗 这两天不是上新额款筋胆皮肤吗 在当我上线准备抽它的时候 慢着 宝宝 你用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排除法抽 保你六抽之内就出来 排除法 上面意思 就是之前你抽过的筋胆位置 这次肯定不会在同一个位置出现了 所以只需要把它们排除掉 其他位置随便你去抽 哦 懂了 我这就去抽 等会儿 小哥姐姐 范特希这方法不靠谱 听我的 我刚刚在网上新学的 筋胆皮肤高暴率点位 绝对比他的方法靠谱 不是 我给小哥说方法呢 你突然冒出来多鸡毛啊 你的抽法不靠谱 肯定是大包底 大包底 你才大包底呢 总之用我的抽法肯定没错 用我的 用我的 你的抽法肯定是大包底 你的才是大包底呢 我这套抽法可稳了 哎呀好啦 我必是眼睛随便选一个吧 点冰点酱 点到谁我就选谁 哦哦 小哥姐姐选到我咯 别看嘛 臭螺子 小哥弟弟我们走 嗯 小马鼠 第一个咱们先砸哪个呀 按照网上说的高暴率点位 第一发应该是第二排最后一个 出吧 小哥姐姐 好 第二排第三个 看看是什么 你好 香围 呃没关系小哥姐姐 我还有 第三排第二个 也是高暴率点位 好 第二排第三个 这次是 两场四季 呃没事 小哥姐姐 这才第二发 第三发你就抽 第三排第一个 这次肯定是好东西 你好 纤维成二 小马鼠 咱这高暴率点位 真心靠谱吗 应该 大概 也许 是靠谱的吧 再试试第一排第二个 小哥姐姐 好 我就信你 小马鼠 来吧 小马鼠 这个方法 你真的用过吗 这个 我确实还没用呢 小哥姐姐 不过我还有 那就是最后一个 好 这一次不成功变成人 最后一个是 金币 呃 小哥姐姐 我大胆又生了 我先走了哦 啊 不是 好嘛 那换我自己来抽的话 就抽第一个吧 还真在第一个 好家伙 这皮肤 总是会藏在 我压根想不到的地方 哈哈 好啦 小胆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的皮肤 都是几抽抽到的呢